我希望有一天比如像台海战争如果打起来了 如果台湾愿意去招收海外军团 如果我的年龄可以我都愿意参加 我是一个行动派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海外华人直播 我们在加拿大温哥华向各位播报 支持我们请在视频的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加拿大凯斯通学院赞助播出 2012年12月15号 海外华人直播记者书行电话采访华勇先生 记者向华勇先生提出一些问题 就想问一下他是否接受温哥华民间思想家 高教授向他发出的辩论挑战 他是这样说 喂你好 华勇先生你好 我是海外华人直播书行 你好书先生 我就是说那个 昨天我采访高教授 高教授呢 他说他很想跟你搞一个辩论 这个话题不限 然后可以是东运会啊 或者是中国的以后的出路啊 或者是要不要学新加坡这样的改革啊 等等 反正他有这么一个提议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跟他打擂台 辩论的擂台了 这个意思 我想问一下这高教授是谁 就是我好像没听说过 高教授呢 他是我们本地的一个 这个球队的队长 另外呢 他是原来是 这个是中国驻港的一个官员吧 然后 然后他移民这边 二三十年了 他对中国还是比较有感情的这种 所以 所以比较亲共的这种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 就是你是想要我和这个一个 一个这个高教授 他是什么 现在是大学教授还是什么 现在要退休了 现在在温哥华搞了一个球队 叫做Happy Man球队 所以他呢 他也是那个 那个郝海东的一个粉丝 就是他是 是大学的教授吗 因为我 我听您 我对他以前是大学的教授了 在哪的大学的教授 可能是在中国吧 就你也无法 你也不知道 你也无法确定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高教授 对 对 因为我是不知道他的全名 因为我们在 在这地方 在国外久了 有的时候 他们搞一个外国名字 或者有的时候他叫菲利普 有的时候叫另外一个名字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真名我是不知道啊 我也不问别人的真名 但是大家都称他叫高教授 就是他是一个 就是是一个用共者 是吧 是这么说 是吧 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 那您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曾经在温哥华 搞了一个 那个叫抵贝 我们讲是一个辩论一样的 也就是高教授呢 和一位先生吧 叫Frank 在也辩论过 他们相当于是一个亲共 一个比较反共 这么这么两个 一对 这是口头上辩论的 但是我们这个毕竟来说是民主社会 什么观点都可以说 就是在口头上辩论打内裁一样的 有点像是打太极拳那种比比 徐晓东跟太极雷雷比比 就这个意思 那您就算一个社内台的 是不是 我们是自媒体嘛 自媒体就是让大家 你不是自媒体嘛 大家都可以架设 把整个过程一起直播 我上次看到你是舍战群儒嘛 不是把那个几百个 小粉红三天三夜嘛 在变嘛 我想 所以这个 这个也算是比较有特色的嘛 在温哥华 也算是大家可以通过直播 因为上次你那个是在一个声音的频道里面 对吧 嗯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可以在YouTube上 而且是高教授他 他发起这个嘛 他就问一下 他发起看看华勇应不应战啊 既然这样说了 那我就打个电话问问你了 那这我听明白了 就是你想就是搞一个YouTube直播啊 就是让我和这个就是我这个不认识的高教授辩论 因为我是一个反共者嘛 对我的意思是说所有的人无论是所有的媒体 亲共反共中央电视台啊 美国之音都可以来 我们就是等于是你们这两个啊 等于是你也是名人他也是名人的啊 咱们温哥华的名人 我不是名人 我不是名人 你是我们温哥华的脸吗 你算是 没有不能不能我才是到温哥华才几个月 对对两个月 咱们这是温哥华本地的名人之一了 你的贡献绝对是很多人看过的 你那个那个拆迁北京的那个啊 蔡奇搞到低端人口拆迁的那个 都很多人看过你的视频的 你好书星老师啊 就是这个就非常感谢 就是能设一个这个 让我跟这就可以就是说是红粉 不能这么说 就是一个用共者去辩论啊 这个我我怎么说呢 就是首先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反共者 包括谁要我在网上跟小红粉辩论 什么七十二小时 这是我们因为我向你介绍一下 现在我成立一个组织叫团结工会 是全球各地的一个华人啊 一个加入我们天天是 就是我们每个星期有六天 是要在推特开房间进行宣传 而在YouTube做直播进行宣传 宣传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念 包括当下的一个实证 等这个就是这个这个小红粉 是在我们开房间的 应运房间的时候 他们就闯进来 所以我就是展开了一个活动吧 就是跟他们论战 七十二小时啊 这个就是这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小事件 小事件我现实生活中第一是我很忙 第二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 如果他是个拥共者我希望吧 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包括你看我们反对奥运啊 听张展啊包括十一的时候我都去到那个温哥华的那个那个叫领事馆去抗议 跟香港朋友啊新疆朋友一起去抗议 包括前两天的这个人权日我也是跟那个阿富汗的那个朋友啊 包括墨西哥的朋友那个菲律宾的朋友的也是参加这个活动 我希望吧就是这个拥共者 就是我听说前两年也有很多拥共者啊 就是打着小红旗站在街头啊宣传他们的一个思想 而是之后我我现在是有一个想法 就是如果这帮小红粉就是再在温哥华出现的话 我愿意只要我单枪匹马只要你们站在街头 打红旗宣扬共产党的这些这个独裁吧 那个我就会去打出时代革命啊 那个这这这这种的棋子完事之后 那个去跟他们唱对台戏 这是我愿意的 其实我第一我不是一个理论家 这种辩论吧 对于我是没有意义的 我希望有一天比如像台海战争 如果打起来了 那个那个呃 如果台湾愿意去去招收海外军团 呃如果我的年龄可以 我都愿意参加 我是一个行动派呃 就是所以就是这种辩论没有意义 比如他说共产党好 我说共产党坏 我是什么呢 你不管你共产党是好是坏 别人怎么说 我话有我要我用我的仪式余生去推翻你共产党 也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一个国家 严调有选标 均催国家化的一个制度 这是可能海外 我现在所要的工作就是团结国内外 所有有我这种愿望和志向的人团结在一起 所以我的一天的工作很多 对于这种辩论我有点 就是这个第一次没有意义 因为他如果就停留在这个言论上都没有意义 我希望等那个现在不现在我们在抗议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叫这个那个反对这个奥运嘛 因为就是中国的银权状况已经不具备办 因为奥运讲究的是银权 快速友谊和平 但是作为一个独裁国家 去那个银权迫害到坏到极点的民主国家 但是他们还是打造这种自由爱的名义去看去开办奥运会 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反共链是要抵触的 我希望他如果要是真正的一个拥共者 就是应该去去就是站出来 比如不管是如果他要想约我去辩论也可以 就可以约个时间他站在中国大使馆你去挺共支持奥运 我去我去我单枪匹马我去反对奥运 这个可以这个没有没有问题啊 就是随时华永克应战 如果坐在一个屋里或者隔着网络去咱们去辩论这个共产党好与坏 他给共产党唱战歌我说共产党不好 毫无意义我也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就我还是一个行动派 我认为我是一个就是是一个行动者 我多想你还是像书行老师你你找一个思想家 他是民间思想家在我们温哥华 那就你你再找一个民间思想家去跟他辩论 这种辩论我是我是我没有这时间去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华永先生你能像温哥华啊所有的粉红小粉红也好老粉红也好 发起一个反反反邀请啊 因为刚才高教授他是就是辩论 你就是说比如说在中令馆也好 什么地方哪个路边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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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